高期师,心经中的赞美方法 高期师2016年11月24日,色受响形时的赞美方法 高期师2011年开始,有些人,一见人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会赞美人,不会跟人交流,不会批评人,不会从多角度跟人产生互动和连接 那么,可以练习按照心经的色受响形时来展开交流和赞美 比如一个人,你看,很有浮像,色,我们是有这样的感受 见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你们觉得像不像呢? 瘦,而且我觉得我在讲道,我自己也觉得最关键的时候 他总是能点一下头,表示赞同 我的心里很高兴,在他点头的地方却是课程的关键点 想,我就判断我们这位同学,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阅历 他能够感受到课程的关键点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也是很有成就,或者是有很深的知识功底的人 十,我觉得上完课以后,也向你学习,我们多交流一下 把课程的优缺点,或者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说一下 行,在互动的时候,我分别运用了色受响形时 感受我们像亲人一样,然后思想上又有共鸣 我判断他有很深的知识阅历,修学,在这个领域里有见识 佛教把人分为五蕴,五蕴就是色受响形时 是一个非常科学系统的东西,比如把他 用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流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观察人 他人是角,色,他看到了什么? 瘦,他的感受是什么? 想,基于上面他有什么想法? 行,他采取什么行动,习气习惯是什么? 时,他有什么样的过去的资源和经验 他的判断逻辑和原则是什么? 自我视角,色,你看到了什么? 瘦,你的感受是什么? 想,基于上面你有什么想法? 行,采取什么行动,习气习惯是什么? 时,你有什么样的过去的资源和经验 你的判断逻辑和原则是什么? 收获是什么? 运用于赞美,色,对于现象,你看到了什么可以赞美,社会的评价,类似熟人的优点等 收,给你的美好的感受是什么? 想,基于上面你有什么想法,或你猜测他有什么样的美德或思想让你赞叹 行,看成他有什么良好的习惯 你想有什么样的行动? 学习他,推许他,时,由他现在的情况,判断他过去的让人佩服的经历或环境资源是什么? 前面的课程让我们认识了色受想形时的无自信,相关文章见文伪链接,其实就是开放了我们的色受想形时,不仅能看清楚,我们内心可能强加于人的自我观点,被我们觉察到的他的内在投射性。 现在在这种认识和觉察下,我们还可以学会灵活的开放性的应用它,因为你放下了手中的包裹,你可以更广泛的运用的眼耳鼻舌深意,来对印色受想形时,而且看到的是真实的一面,而不只是被你附加的一面,绝对化的内容。 练习,三人小组练习五蕴赞美,三个人彼此赞美的赞美,学员一,高老师,是不是一定要找相同的经历和与熟悉的人比较啊? 高西师,这个不一定找相同经历,我只是让你找色,你看高老师眼耳鼻舌深意,有没有你觉得长得可以的地方? 我们的色不是说我一定找到过去跟我相同的,只要是社会准则就可以,比如说我看你的眼睛很美,也很有神,昨天休息得一定很好,或者你学了这个很兴奋是吧? 我就从色入手,然后延伸,到其他的东西。 学员二,刚才大家坐在一组里面探讨了一下,我的观点一共就分三句话,第一句学习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运用,我的想法是学了高老师的课,怎么来运用这个东西,色受想行时,我们要把它分得那么轻,我跟每一个伙伴说,您第一眼看到对方的优点是什么,但是不要流于太表面化,太阿娱奉承这种感觉,这个不真诚。 第二点,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刻意的想去表现什么,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我们看到哪一个人当然有第一印象,当然你不要太草率了,看到我这样的人,你说你怎么这么胖,这样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一定会遇到一障碍,当然我可以理解我的胖,可是有一些人性格特点相当明显的时候,你一定要直接把你所看到的感觉告诉他, 这样我们马上就能建立一个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础,因为我坚信在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也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 比如说遇到咱们高老师,我见高老师第一眼,我觉得他特别有大家风范,但是我想心切吧,有一点远,因为我是学员离他太远,可是当互相沟通过之后, 尤其是高老师站在台中间说话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很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真诚,他真诚,我就能真诚。 第三点,我的感悟最深的就是,高老师特别想让我们能把这个晕。 明白,但是我们总是停留在哪里呢?停留在文字上去做一些功夫,这样对于我们的成长,可能会有障碍,我就是这样想的。 就这三点。学员三,高老师,我现在的想法是色受想形实,因为他变成了主观判断,所有的事情都是主观判断。 比如说我明明讨厌他,但是我要找到一个理由不能讨厌他,也许不是因为过去的原因讨厌他,就是一个自然反应, 但是我们是为了建一个良好的关系和缘洗,为了这个目的是很好,有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找到一个可行的理论依据来支撑我,否定掉我先前的主观讨厌呢? 高欣师,我们不是要打破我们对别人所有的想法,只不过知道我。 所有的想法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资料,我们的猜测。 比如说你很讨厌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学这个课程,你就以为你很讨厌他,当你学了这个课程以后,你知道这个讨厌,并不是他这个人讨厌, 而是你把过去讨厌的某一个人的行为,感觉一到他身上了。 你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而不是给他下一个定义,他是个讨厌的人,我如何来对付讨厌的人?我喜欢的不是这样的。 这在一开始,就错了。我们把一些资料当成价值判断标准了。 学员三,这个我听到了,但是我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很好讨厌人,大部分情况下,我都很喜欢一个人,当出现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会把他认为,他跟我以前的谁谁谁很像,他是新起的,我也没有跟他产生对接,或者熟悉的判断。 这种新起的时候,我也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交流或者接触。 高期师,没有凭空而来的事物,只是有时候,我们觉察不到原因而已。 这种原因可能是你的儿童自我不舒服,你这种感觉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材料不是凭空而来的, 还是来源于过去,也可能是前世,也可能是期待,期待也是基于过去,无论是什么,你这个是来自于过去的资料。 很不巧的是,你总是找到硬盘中不好的程序来运行,我们可以讨厌一些行为,但是只是你作为参考,要小心地反思,不。 产生我真正的讨厌他的错觉。 学员三,明白了。 高期师,你的讨厌其实是一个假象,或者是一个资料,只是可供你参考的,或许你跟他真正接触之后,发现跟想象的并不一样。 你有很多朋友,你想一想你现在对他们的认识,和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变化。 或许我们对人一开始的印象,都是有一些错误成分,和我们附加在上面的,我们不是说不附加了,我们要附加,赞美就是要附加好的,猜测好的内容。 但是我们对附加的概念清楚地知道,不是判断,而是尊重。这样的认识之后的赞美,才是一种真诚的赞美。 由此我们知道,对事物真相的认识是。 常重要的,真诚来自于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其实真诚本身就是魅力。 真诚来源于认识,而不是装出来的态度。 真诚很容易,因为人人身上都有业力,人人生活业力都有光彩的阶段。 只要我们用你好,我好的心态,沟通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在语气上,我们要表达出,我们都是在猜测,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一种中庸的思想,不要太绝对,甚至可以说没有绝对的事情,都是缘洗,都是材料,我们都可以去取舍它,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在生活中应用的时候是灵活的,有些人只会用色说话,有些人只会用感受说话,有些人只会用想来说话沟通。 那要思考哪方面是自己的长处,哪方面是自己的短处,通过这样的培训,找到我们生活中没有做到的地方,信念它,就能运用纯熟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